代劉家良向陸叔追債 勇静静說 人窮私救債 一代洪拳宗師 著名功夫導演劉家良上個月病逝 留下的除了是一步步的經典 還有一個心願 昨天在紅磡舉辦 劉師傅很希望可以成立一個基金 幫助這班需要幫助的電影人 勇静静說會率先捐出一百萬 還提起劉師傅和邵氏的金錢瓜葛 他和邵氏公司有簽合同 有國際花紅、香港花紅 說三十年來 從來都沒有見過你一百花紅 我相信一定是邵氏夫先生 很仁慈地幫我們儲了這些花紅 和我們投資和我們生利息 我想沒有五千萬都可能有五百萬 我今天說這番話都需要一些勇氣 今天我不說 我想會沒有機會說 之後下午那餐解惠酒 勇静静更強調 今次不是為錢為追債 是為母捐 說出來都是當我小孩不懂世界 我都需要很大勇氣 但我覺得這可能是 一條小小的 小小手裡面的一條道歉 我幫師傅拔出來 人窮施救債 想起這個基金 我不是我自己要 說邵氏可能是一時不記得 錢又不是給自己 希望邵氏夫帶頭做善長 那如果邵氏夫真的不記得呢 會不會進行法律追逃呢 其實因為這次根本完全都不是說法律 是說很希望他可以參與 因為參與的話 大家跟著一場 大家一起做更加開心 邵氏電影製作總監王家希 昨天就說不回應 免得好像吵架一樣 越苗越黑 Badam SWISS Reborn SWISS Reborn 瑞芝來坊三秒魔法能量水 一樽鎖住五大美肌能量 即時Power Up 除月獨家發售